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7岁的他刚刚行婚第一天 就与自己的妻子分离一战从军 自此成为了国民革命军中的一员 参战以后 阳风前心怀国家大义 每次战场上都冲在最前面 怀着一枪爆裹的热血努力战斗 他曾参加过多场大型战役 如松户会战 长沙会战等 衡阳保卫战中也有他的身影 是一位有着顽强意志的铁血战士 可惜在第二次长沙会战的时候 他所在的军队遭遇了敌人的埋伏 误入圈套 全军伤亡极为惨重 杨风前在突围冲锋的时候 还中了敌人五枪倒在了血泊之中 等他再次睁开眼睛 已经身处于医院了 在医生们的极力救治之下 他保住了生命 但体内的五颗子弹 由于当时的技术原因没有办法取出来 杨风前已经没办法再继续战斗了 他退伍回到自己的家乡 将曾经的过往埋藏起来 获得的凶章和荣誉证书 也封存在土墙之中 就这样过上了平淡的生活 后来儿子要翻修家里 这才发现了父亲曾经光荣的过往 在得知他体内还有五颗子弹的时候 他们急忙带着杨风前去医院检查 没想到77年没有取出 子弹已经被裹成了肉球 永远留在了体内 虽然这无妨老人健康的身体 但他的家人还是非常的担忧 每年都会带他去做一次检查 这位老兵现在已经过了百岁 仍旧身体健康 他经常向儿孙们表示 子弹是战争的记号 要他们珍惜和平的现在 好了 今天的外媒显能史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外媒奖励室的朋友 别人转发关注哟